今天给大家捞了好招啊 这个武将牛逼了 正希大将军 三锅沙雷包的一大胆创 也是很有争议的一个武将 说好招设计不错的 都是说你这技能描述 你别看就那么一两句话 但是他上线非常之高 什么局都能适应 技能打辅助 用打干扰打限制 非常灵活 说设计差的 都是说好招对吧 你这节奏阶段搞个零首牌 去震鼓别人 太破坏别人的游戏体验了 你有时候真的比离魂城 还要搞心态 那这个设计好不好 咱就不评价了 不过咱要承认一点 就好招这个武将 确实跳脱出了 传统的武将设计思路 熟悉三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好招是一个著名的守城将 成名战就是守卫陈仓嘛 率领一千多兵重 击退了诸葛亮的几万兵嘛 死守陈仓 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守城战 小时候看三国演 一看这段的时候还蛮惊艳的 这守的可是诸葛亮啊 毛泽刚就评价 孔明不减公输 好招不减莫迪 对 好招的技能名之所以叫真骨 就是因为他为了制造守城器械 进行了一定量的开关曝尸 没办法呀 要支付先掳树嘛 没有树了那只能掳棺材了 后来他死之前呢 就对儿子说 不要对自己再进行后葬 自己之前的这个开关曝尸的行为 还是蛮不道德的 伦理上过不去 但没办法 战争嘛 守城的物质基础 以及守城士兵的士气 都是用前人的棺材 以及尸体一点点累出来 很残酷 不过也能侧面看出来 好招这个人还是蛮有气节的 那好招作为一个守城将 咱一般的设计思路 肯定是把它设计成 类似于曹人啊 文拼啊 对不对 这样的蹲坑将 或者说纯防御将 但是三国沙 并没有选择这样的设计 对 你硬防你防不住啊 你就是要拼 玩的就是心跳 谁跟你说守城将就一定要设计成敦坑将 又不是在打国战 我们看好招的技能描述 接着阶段 你可以选择一名其他角色 你的回合结束时和该角色下个回合结束时 其将手牌摸制或气质与你手牌处相同 摸牌是制作摸制五张 对 你甭管你能力有多强 那么多张牌 我好招跟你镇下骨 你手牌术就要跟我一样 咱俩就是穿一条内裤的兄弟了 你强是你强 我就比你狂 守祝国亮的城嘛 你肯定要有魄力的 就虽然说祝国亮他也不怕手牌少 不怕零手牌 有坑城对吧 但是你一个祝国亮 你空城了 就没有什么进攻能力了 我好招 要的就是你没有进攻能力 你空城退军 这个就是历史欺恶度 回到实战来说 就好招这个武将 他身份局实战强的原因 不仅仅是镇骨强大 而又直接的拉牌差能力 还因为镇骨有两段扎扎实实的收益 一段是你回合结束时发动的即时收益 还有一段 就是镇骨目标角色 回合结束时发动的延迟收益 这两个收益叠加 就导致有好招在的场次 你到底是不怎么再需要进行手牌管理了 你管理啥呀 有牌就用就行了 就跟以前老环境的鲁素一样 根本就没法留牌 留的牌越好越亏 给队友镇骨补牌也是啊 寻有截命空间 咱好招也有镇骨空间呀 就好招这个武将最让人气得一点 就他状态好状态差 都有发挥呀 手牌多的时候 给队友镇骨补牌 强行复他的状态 手牌少的时候 我就拉一个敌人一块入地狱 就这好招啊 还能和一些给牌型的武将配合 刘备 曹瑞 刘夕 是不是一大牌牌给过来 这牌差已经到十位数了 就拆牌就更强了 空城住个量不牛逼 空城好招是真牛逼啊 一个镇骨直接气光 你到你的回复结束 你还要气 这丢牌 你只能眼巴巴的 看着就丢啊 你什么身糟糟 神学域 你都要丢 不是空城好招 也没有关系 我就镇骨你 你就不太敢过来杀我了 对不对 我有防御威慑 你过来杀我 破坏我的手牌 到最后 其实你破坏的是你自己的手牌 这就是好招 精简 而又不是上线 粗犷 而又不是细腻 镇首城池 必一股相拼 孔明 既遂百算 却难敌武 镇骨千句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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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